宋奇珠 一二三 二二三 一三一三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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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王叔叔来了 打 懂得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一二三 一二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 這樣啊 做藝術真的不容易玩 至少死地而後生都還未夠 要死幾十次之後 在很困難 困苦艱難掙扎之後 突然間脫穎而出 那個作品才有內涵 才有看的 我這個最老土最笨那個 弄到全身都是一秋二青 這樣吊了大汗 還在做其實很蠢的做法 原來反過來想 我最傑出 因為你最原始 那個走出來 在香港你每個都是正常生活 突然間走了一個 這個人 但是在藝術來講 是最獨特的 你找不到另一個做 那我就變了大把市場 天生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很乖的 一方面是很頑皮的 在兩者之間 就爆出火花出來 這個就是開拓新路的優勢 任次元 任何營 任何量 任何媒介 任何意念 任何維度 街海創作藝術 我們搞藝術 就是一路要求 向前邁進 希望做些事 是開拓性的 不要重現既有 在原地踏步 很沒意思的 我們這些不計較任何可能 很辛苦也好 很少錢 不給錢 我都要做到最好的 五十年來 做了五千多個項目 每一個項目都會 分身去做 那你當它加上便飯 那你就不用覺得辛苦 表面上體內好像平亂不堪 但是我想一下 叫做亂中有序 那我作了個名叫 運統美學 運亂中建統一的美學 又被我講通了 一繼續做繼續做 就成為一個風格 你說我是搞行為藝術 是沒有意思的 我畫這麼多畫 做這麼多雕塑 做這麼多裝置 做很多實驗 那些人又不講的 我是一個有承擔的 無形文化財產的工作者 不只是藝術工作者 開心快樂理想未來的世界 快樂的青蛙 要快樂就可以了 做甚麼 做真話 做真話 蓋上